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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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越來越多人著重健康生活 用在身上的東西都不想有太多加工的物質 如果用香氛那麼天然的材料就放心了 其實香氛也可以製作很多實用的產品 今天Chami會教我們用 香氛DIY天然防曬乳霜 香氛對於防曬的幫助不大 不過香氛可以配合天然用品 可以製造天然防曬乳霜 可以幫忙,可以修復皮膚 可以舒緩情緒 不如馬上示範一下怎樣製作 好,今天我用了可可巴油 可可巴油的好處就是 它最像皮膚的油脂分泌質地 另外,我選了玫瑰花水 女生最喜歡的,保濕 對,我們會選擇玫瑰花水 好,水和油不混合 中間要用乳化劑 這個叫植物乳化藍 我們會用它 另外,你看到我這盒粉 這是二氧化泰粉 是防曬的粉末 一般很多時候做物理性防曬 市面一般都會用到它 你看到防曬的標誌就會知道 所有材料都很天然 對… 最後我選了一種香薰油 天竹葵的香薰油 因為天竹葵的香薰油 除了有味道香之外 可以舒緩、減壓 還可以收細毛孔、平衡的小暗 所以我今天選了這些材料 好,我們馬上開動 好,我們首先會用可可巴油 因為亞洲的天氣比較濕熱 不用用很滋潤的東西 我們用大約5毫升的可可巴油 就足夠了 之後我們就下雨化了 幫助它們融合 對 對… 融合的 對,幫助它們融合 好,我們下雨化了之後 我們會將它隔水加熱 加多少呢?要加到75度 對,雨化了融合 溫度夠,才可以融合得更好 明白 待會加 然後用另一個涼杯 先把花水液液液液 因為花水也需要加熱 好 我們大約約30毫升 對 然後我們要放在旁邊 隔水加熱 在家裡不需要特別找另一個工具 你平日煮的用爐 有火、有熱就可以了 我們開爐 其實看到它差不多融光了 就可以了嗎 融光了還要等一會 是 因為溫度通常要到75度 如果它剛融光了 大約60多度 所以一定要有溫度計幫忙 到75度左右就可以了 但我們什麼時候去量度呢 讓雨化鈴溶完再量度 因為它還沒溶完 你量度也沒用 對,我們會慢慢量度 量度了,大家都有75度了 我們會把花水和可可巴油混合 然後做一個發達 我們現在先量度溫度 我們的溫度也上得很快 其實很快溶完 對,很快 因為我們做的份量不是太多 先試一下把它溶合 好 很熱的,不如我先幫你倒入 好 你就可以試試玩 你發覺倒入它 它已經變成奶白色了 已經變成奶白色了 好,我現在要下手下腳 用這個用具發達香氛 將我們愛心和精神加進去 好,差不多製成了 好,我們就可以把它倒入瓶裡 是 其實這件事很環保 這個瓶可以有時塗上奶白色 對,其實是可以的 那我們就倒進去 你看到那個質感 其實跟我們平時買的 真的差不多 對 其實更滑 而且那個顏色沒有那麼… 就是天然一點 你不會覺得它好像加了很多色素 不會有很多色素 對 好,我們嘗試一下 看它的感覺 暖暖的感覺 很可愛,很少茶忌廉會這麼暖 原來香氛是可以經過簡單的加工 轉化成一些易於攜帶的產品 而且這些香氛與霜的香味很清新 想突顯自己的品味 不妨都試一下DIY 謝謝大家 探訪 我見你回答 請你回答